不说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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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这边我已经派了人手戒备 我们会顺着今天的线索继续抓捕毛发 不能让他再有任何行凶的机会了 我先回去 给你准备一些日常用品 我先把你 也好顺着 我先拿起来 然后我先拿起来 你拿起来 你拿起来 你既然早知道 安心和仲敌友协议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对不起 潘队长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你也知道我跟安心 我知道 你这位安心好 但很多事情 你必须考虑得更全面一点 安心现在的情况很复杂 节外生枝 只会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 算了 这事怪你的 也没有太多的道理 都是怪我 没有控制好整个局面 潘队长 你不要这么说 你也在努力避免 这种事情发生 这次是我们运气不好 安心已经稳定下来了 我们该想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早日抓住茅芳 制止这种罪行 我会尽全力的 不过 王杰啊 看来还得麻烦你 继续守在安心身边 是 我会的 那我走了 你进去吧 你进去吧 杨瑞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老婆 根据那些 武器者的证词 我们已经在重庆 展开了大规模的搜谱工作 可惜还是没有头绪 茅芳身上带着伤 又要躲藏 应该会去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 我觉得 他很可能已经逃回了南宋 我们也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 队里边已经在南宋的各出口 都捕了人 就等着他自投落网 潘队长 我想尽快回南宋 不行 还是等你啊 再恢复一点 我就带你回去 潘队长 我知道 你现在和我一样 迫切地想要抓住毛方 那么你就必须 证实一个关键的问题 毛方要报复的人是我 只有当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才会不顾一切地出现 这才是最简单 最有效的抓捕方法 可你这么做很危险 我不怕冒险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坚定 冲动解决不了问题 我不是冲动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这两年来我一直在赌 可是该来的还是来的 我不想再这么下去了 既然一切都是在南宋开始的 就让他在南宋结束吧 请你认真仔细地考虑考虑 我的想法 这样吧 过几天我和你一起回南宋 让小镇他们留在重庆继续调查 回去以后能做一个详细的计划 等一切部署之后再实行 否则就是打你的生命开玩笑 你必须向我保证 你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我的指挥 好 我保证我一定听您的 安歇 关于毛洁 关于毛洁你怎么打算 你怎么打算 毛洁 他为我做了很多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安歇 你的确吃了很多苦 只希望等这一切都过去以后 我还能看到以前那个 开朗乐观的你 我会的 我会的 你饿了吧 我不饿 吃点东西吧 饿着怎么能行的 要不要我先帮你跑 等一下就能吃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烫到了吧 没事 还是我来吧 OTC 你的手没事吧 没事了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没有 如果我真的做错了什么 我向你道歉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我不希望你对我那么好 你这么做着我很为难 为什么为难 毛姐 我们能只做普通朋友吗 我没有什么能够报答你的 我说过我不要你的回报 我不想跟你任何压力 你放心 等抓到我哥以后 一切都结束了 我再也不会跟着你 你在这儿休息一下 我再帮你把画面 你别忘记了 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有什么 在我发现 我还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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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哥回家 放开我 明镜 听哥的话 哥 你还知道你是我哥 我没你这样的哥 你一个人在外边怎么生活呀 我不用你管 明镜 你听我说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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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争取我的爱情 我不会放弃 只要你不要再来捣乱 我求你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来烦我 照顾好自己吧 安心不是个忘本的姑娘 南松 这个她生命中的第二故乡 对她来说 意义尤为重大 走在通往警队宿舍的吊桥上 安心恍惚觉得 自己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 看着眼前这熟悉的宿舍 往日的情景 重又一一浮现在眼前 这让安心的内心既感到温暖 同时又感到一丝陌生 小哈 妈妈 小哈 妈妈看看 想不想妈妈 妈妈吓死你了 妈妈 加油 我都就这一手 睡 campus 小哈 你得打电话 我需要一会儿 我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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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从小康上 我杜花 我们接着 你放开 离开 妈妈 坏人来了 我怕 不来 小黄 韩戏 你这个伤呢 还要再恢复一下 休息两天再说吧 杨芮 杨芮 你不能老这个样子 你怎么把家搞这么乱啊 来 杨芮 我给你买了馄饨 先吃一点 给 杨芮 杨芮 你很冷吗 杨芮 这样吧 你先去洗个澡 等一会儿呢 你洗完了 我带你出去吃 好吗 来 来 杨芮 别瘫在这儿 起来 走啊 杨芮 你 杨芮 你好意思吗你 我们这么多人 拼了命地帮你 你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对得起谁啊你 对不起 我不要紧 你对得起你父母吗 你说说呀 杨芮 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能够一点反应吗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可你窝在这儿有什么用啊 你要是真舍不得安心 你要是真舍不得安心 你只把他追回来呀 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要是他 我也离你远远的 不就是被甩了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被你甩的时候 也没像你这样 平时你老看不上我 可就凭这一点 我就比你强 你应该向我好好学学 就算人家不要你 你也不能不要你自己呀 你 你应该振作起来 去把你没做完的事情都做完 这才像个男人 你 听明白我 我想跟你说什么了吗 谢谢你 我知道我现在应该去干什么了 那你现在想去干吗 我要去还债 还 你要还什么债啊 我要去还债 你要不说 我还真不知道 安心身上居然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过去我是错怪他了 这孩子太不容易了 小蕊 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 他对你的感情 这做人呢他要有良心 说什么也不能够随随便便地就放弃了 我是不想放弃的 是他放弃了我 你们年轻人在感情上和和纷纷 我闹不明白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安心地走 必然是有原因的 是有一个人便利 拿出来的 你先不要不要 调戏 让你拿个这道菜 我告诉你 你们在哪里 有人在哪里 来 这张卡 交给安兴她父母 安兴在咱们家 最危难的时候帮助我们 咱们不能忘恩负义啊 这卡上的钱 是你妈在你出生的时候 就开始攒的 她说将来 等你长大了 结婚的时候 可以派用处 你现在长大了 那去吧 你的事啊 我也想明白了 以后要你自己做主 到了那儿就来个电话啊 什么事儿别自己扛着 实在不行就回来 这儿还有哥们呢 好 我明白了 明白 那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天涯何处无奉造 明白了 真不爱听 真不爱听 行了 changes 走 秦鸿姐 我回来了 很想你啊 别怪我这么久都没来看你 小阿的病 已经基本都治好了 你放心 那件事情 给太多人带来了伤害 我回南宋 就是要把一切做个了结 杨锐决定还钱 因为他善良 也因为他太爱安心 所以才有这次万纳之心 太过于爱一个人 也许会变得不那么善良 比如钟宁 而太过善良了 却往往错过了爱的机会 又比如安心 从这个意义而言 杨锐内心的爱和善良 也许是分配得最为均匀的 此刻 他心中平静 而又圆融 你好 好 请问安心咱们家在哪儿 那个就是 在前面是吧 对 谢谢啊 好 记得按水服药啊 改四行 你需要什么 你好 请问您是安心的母亲吗 你好 你好 我是他朋友 我叫杨锐 等一下啊 爸爸 出来一下 来客人了 谁啊 他就是杨锐 叔叔你好 快请进 来 好 杨锐 来来来 喝茶 叔叔 没想到 您家里还是军人世家的 这位是谁 这是我的父亲 黄埔军孝毕人 叔叔 您也当过兵 那 老山前线付了伤 我就退下来了 那 那怎么又开起药铺来了 我叔叔以前是军医 就算我接下来班吧 别聊了 我啊 简单弄了点饭菜 杨锐大老远的过来 一定饿了吧 走 吃饭去 吃饭吃饭 走 叔叔阿姨 这次来呢 不回来 快点 你快点 叔叔 阿姨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想感谢你们的 我也把上次你们借给我的钱 这次也给你们带过来了 谢谢你们了 你可别这样说 我们都知道 要不是因为安心 你也惹不上这样的麻烦 这过去的事都不再提了 就是就是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 在家里多住几天 就算是散散心嘛 好啊 那就打扰你们了 家里难得来客人 我们都高兴着呢 你是安心的朋友 就跟我们的孩子一样 不用客气 吃饭吧 吃饭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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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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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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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 我明白 优优独播放 何苦想 优优独播放 将来 是无法触摆